第一球就出手打得非常强劲 在阻乱一方向应该是欧法的一支长打出现 这个时候关键的长打出现了 也是这样比赛两边架起来的第一支长打 所以咯 这个时候担任第九棒 甚至的担任杀手啊 跳出了二两打站上得点圈 这一次直球对决 打者这边就打得很好 而且打到就知道 就是要全力的一个冲刺 哇 今天少数的长打出现了 对 应该是今天两边加起来第一支长打哦 哇 真的打得很好啊 打到球在外野守备的位置 绝对没有机会来处理 只能赶快去到拳体打墙这边 赶快把球传回来 没错 现在平鎮高中这边 在九局上半一出局 直接来到了得点圈